小赞 你帮我付个8万块钱呗 我们先把那个车位给买下来 到时候别人买完了 就是在我的小区那里嘛 最低的是8万块钱一个车位 先帮我买了 到时候呢 我有足够的钱了 我再去买辆车 然后考个驾照 搞定 多好 目前我给你讲 目前就是这个车位 我给你讲到时候你看 到时候帮那个小区 帮了那么多人 花了车位都买完了都 听到没有啊 就给我定个车位下来 你车子你都还没买 你去买什么车位吗 我到时候我买呀 我到时候有钱好我去买呀 你都还没有啊 问你是 我到时候我去买 先把车位定下来先 那到时候你去买了 你车位还没定下来 你车停哪去啊 对不对 不买就行了嘛 不买车就行了 不行 你住在那种小区 是吧 那么好的小区 你看人家各个都开车 是吧 进进进出出的 你这个走路啊 开个电动车 谁开呀 我都先丢人 那先丢人 那你就走路呗 对吧 你什么意思 我在那买个车位而已 你这不是为难我吗 你明知道我拿不住那么多钱 现在 他叫我去买什么车位 你那个房子搞清楚了 你首付凑齐了 没有啊 对不对啊 你房贷不用还了 你还个房贷管你这个车位 什么事啊 那肯定了 什么都想一步到位 对啊 哎呦 买了房要买车位 买了车位还得去买辆车 是吧 嗯 有车有房才是 才是人生的赢家 懂不懂 有车有房 但是呢 不能将你这个生活质量 知道没有 你呢全是负债去买的 你这个东西呢 不叫你 不叫资产 知道没有 你这叫负资产 懂不懂 搞到像你身边的朋友 哪个不是负资产似的 身边的朋友怎么了 那身边的朋友 人家买关我什么事的 那对啊 那我买关你什么事呢 是啊 对不对 问题是人家买 不找我借钱 不找我拿钱 你买的话 你老是找我拿钱 你说关不关我的事啊 那我不找你找谁啊 找谁啊 你想找谁找谁 我找你啊 你想找我 我无能为力啊 我爱不能住啊 狗屁 我跟你讲啊 你要整体款 马上下来了的 我知道的 我跟你讲 你赶紧拿个八万块钱出来给我 你那份你就自己拿去买 对吧 我那份我要 我那份我要 我要付这个什么 付这个首付呀 知道没有 那我这份我要负责 我这个房贷 我要负责儿子读书啊 嘿 你这个破房贷才两天 两天二一个月 你这房贷真的是还还不起啊 再说了 你那个整体款还没下来的时候 你看你也还了这么多年了 还在那里叫 真的是 那问题是我每天我要买钱 再说了 你这个房贷明年就还清了 明年还清也还有一年啊 那儿子读书还有了十几年呢 那每个月都要交学费 那儿子现在才在读幼儿园是吧 幼儿园也就是八百块钱一个月 哎呦一年一万块钱了 知道没 读得书一年一万块很正常啊 对不对一年了 是吧 很正常 如果是两个一年就两万 就关读书的费用 还不算是吧 这个吃喝玩乐 对不对 哎呦我压力不大 我要帮你去买车 那你什么意思吗 你不买 什么意思啊 这个东西就没买 今天我就给你闹到底 不买 闹到底 闹什么东西 闹什么东西 闹你不给我买 买那个车位 不给我订车位 别人都买了 别人都买了 身份的象征 你懂不懂 你这种人你不懂的 你这种是吧 没有车的只有个破坊的 你不懂的 我什么我都懂 我只是说是吧 没有你那么爱攀比 没有你那么爱提前消费 我也想买啊 那问题是是吧 这个东西要压力而行啊 你买得起就买啊 买不起怎么去买嘛 买不起的东西是吧 非要提前去买 买了到时候连钱都还不了 那有什么意义呢 是吧 还不了不是还有你吗 我没有是吧 那么大的能力 能无时不刻的 你妈那边有啊 你那个 你妈那边还拿很 还拿了一笔你的那个什么 你那个钱 你叫他给你的啦 我都想好了的 你不用 你说你有用 你叫他拿出来给你 他肯定会给你的 你不要老是惦记到那点钱了 那点钱是拿不出来的 知道吧 哼 你这种人呢 我算是看清楚了 知道没有 无数客的都对我呢 都是callcall收收的 知道没有啊 完完全全的 把我当成一个外人 我告诉你 你记住你今天的这些啊 冷的什么冷眼旁观啊 不帮我是吧 行 我跟你讲 你会后悔的 不帮我 我让你不帮我 好 是 感谢观看